大家好 我是弄团团团 现在呢我正在服装店里面 今天下午呢是我在看店 你们今天有没有发现我哪一点不一样了 今天我带了一个灰色的美瞳 我很少几乎没有带过这种颜色的 觉得还是可以哈 不是那么夸张 很多朋友都经常问我 说我平时没有出去 在店里一般都干嘛 做些什么事情 我好像确实是没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揭秘一下 一般我手电啊 我在服装店一般我都干嘛 我是玩手机呢 耍抖音呢 还是干嘛啊 登登 这个小沙发上面 就是我平时的消遣啊 在店里面的消遣 看一下 一个是书 一个就是这个游客里里了 这些呢只是我在服装店的一些书啊 我家里还有一些 然后我还借给了朋友几本 四地花开 遥远的就是主 偶遇鲁玉的 然后道圣和夫先生的 新活法干法都有 了凡思讯 轮断金刚 放大 这一本是采买的 讲运营的 讲运营思维的 然后这边 这个是根哥 之前送我的 白酒的那个书啊 收藏鉴定 这些就是我平时在店里干的事情 因为手电本来就很无聊 我觉得不能把时间给浪费了 这个游客里里呢 是我自学的 我们要在外面上课啊 全部都是自己自学 学了有 我看三个多月了吧 然后呢还有这一本啊 这个 道圣和夫先生的一系列书籍 全部都推荐入手看 它是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还有这本 了凡思讯啊 改命奇书 是中国的国学经典 圣贤文化 平时在店里面就这两样消遣了 看书和弹琴 弹琴是因为之前自己觉得 好像哎 没有学习了最近 没有学习一些新东西了 后来我想 我去学个乐器吧 然后一看 哎 游客里还算比较简单的那种 能好入门 所以就 哎 自己就买了 然后就自己在家里练 练练练的 哎 现在还不错 只要看见谱子 简单的谱子 都能随便弹出来了 那我现在给大家弹一首呀 嗓子有点哑 之前感冒我还没有好 远处微蓝天空下涌动着 金色的麦朗 就在那里 曾是你和我 爱过的地方 把微风带着 收获的味道 吹向我脸庞 想起你轻柔的话语 存大是我眼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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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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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们曾在天液里歌唱 在冬季盼望 却没能等到这阳光下 秋天的金山 就让曾经的誓言飞舞吧 随西风飘荡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 存分分我梦想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 将我带上奥鬼 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 我寂寞的成为 甜蜜的热杯 有独一无二 专属的特别 其实想学尤科里里的 完全是可以自学的 我觉得 真的算是比较简单的乐器了 我大学的时候学吉他 那时候我先手太疼了 我就没有坚持下去 这个尤科里里 它就不会把你的手给弄伤 今天不能扫弦 不然就弹那种扫弦的歌了 因为我手指甲断了 扫不了 很痛 我始终始终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人总是需要不断的去学习的 去拓展你的心理欲 不管是你的兴趣爱好也好 还是说一些专业技能也好 你总要去学习 像我这种就是 无私包紧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 哈哈